第七百零四集 三日之后 张凡略一点头并没有做太多的表示 倒是神兵真人很不放心地又叮咽了一句 东华真人 把臂魔神实力惊人 到时你只要将其纠缠住或暂时引开 也就是了 他这般说法半为张凡担心 另外一半则是为了大局 要是张凡求战心切 一个不小心陨落于八臂魔神之手 那不仅仅将战局糜烂下去 他们跟秦州真人一方定也无法继续合作 那样的话就大势休矣 对此张凡自己也是心知肚明 奈何这事怕是由不得他了 只要我在八臂魔神的面前一出现 他哪里还会顾得上别人呢 不把我错骨扬灰 怎么解得了他心头之恨呢 想到昔日八臂魔神在他手下的惨状 张凡就有点报应来得好快的感觉 三日之后定是不死不休 八臂魔神就是追自己到天涯海角 也不会放手的 绝对不是什么纠缠和引开的问题 不过这些却是不需要和神兵真人戏说了 沉吟了一下张凡缓缓开口 神兵真人 张某有一事不解 北方诸州高人众多 为何在北江会被大帝黄龙和八臂魔神所组呢 北方各州的实力若是真的如此不济 又哪里会阻挡北江这么多年呢 张凡有所不知了 神兵真人满脸的苦笑之色说道 这些北江一族也不知是受了什么刺激 这次竟是倾巢而出 各族的老怪物们一个不留 全部都过来了 我明白了 张凡天后倒吸了一口凉气 恍然了过来 北江一族无数年的积累 哪怕再是贫瘠 只要内部铁板一块 其综合实力也不可轻忽 那些老怪物们联手 又没有出现在战场上 不用说 自是与北方各州的强者 在某处对峙或者大战呢 可是问题是 是什么使得他们捏合在一起 还有是什么缘故 让他们放弃一切 也一定要杀入九州之内呢 张凡心里明白 人之本性是私安定的 哪怕北江再贫瘠 这么多年繁衍下来也已习惯了 有着感情 破釜沉舟一般的举动 绝非没有原因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他游自沉吟 神兵真人欠然一笑说道 张道友在这里休息几日 等得三日之后 在下迎接道兄 共赴战场 战事紧急 恕我不能奉陪了 说完 他拱了拱手 行色匆匆转身离去 望着神兵真人的背影 消失在环形山谷外 张凡方才收回了目光 一脸的若有所思 片刻他对凤九岭说道 凤祖师 这灵眼族聚集地处 可是有什么特殊之处 这个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真是堪称奇迹啊 凤九岭面露憧憬之色 好像沉浸在什么东西的震撼当中 嗯 张凡点了点头 也不再多问 显而易见 这个环形山谷定有保护 足以让他一个原因 后期强者的存在 也瞒过那些 时刻监督着战场情况的老怪物们 将他接引到此处 想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罢了 三日之后 定有分晓 张凡旋即把这些事情放开 一锦西若的小手 对凤九岭和狂龙真人说道 凤祖师 狂龙师兄 小弟另有要事 就不多奉陪了 两位自便 话音刚落 一转身 拉着西若 就向着一处控制的石屋处走去 此前神石一扫 张凡就发现 这座石屋乃是新建而成的 十之八九便是为他专门修建的 即便不是如此 他也准备 去朝揪战了 他的动作是如此之快 西若的脸上刚刚浮现出一抹红霞 便被他拉着进入石屋之中 这 凤九岭无语问苍天 扭头看了一眼狂龙真人 只见他也是满脸的苦笑和郁闷 这 就是他妈的 领有要事啊 好伴赏之后 凤九岭才摇摇头 道了一声 哎 年轻真好啊 自顾自地寻地休息去了 倒是那些灵眼族人 顿时觉得张凡亲切了不少 善意的大笑声 便是在厚厚的石墙 也不能进绝 所谓小别圣心婚 便是如此 红烛昏罗杖转瞬已三日 三日之后 凤九岭和狂龙真人 站在一座石屋前 看着眼前密密麻麻 不下闭关数十载近视的尽致 那种无语问苍天的感觉 再次浮现了出来 没完没了了呀 凤九岭郁闷无比 望了望天色说道 那些异族也差不多该出动了 神兵真人等等过来的话 后面的话 他自己也说不下去了 不够丢人的呀 狂龙真人本来也有点无语 不过看凤九岭这副郁闷的样子 反倒笑了起来 哈哈 要不 凤师兄 你动手破了劲之如何 你 你怎么不做 凤九岭脸色一黑 脖子一梗说道 你是他的长辈 我可不是啊 狂龙真人慢条斯理地说道 自从他的真身被毁之后 倒是难得有这么放松的时候 笑嘻嘻地说道 我要是动手的话 等会儿东华真人发了怒 我可不是他的对手啊 嘿嘿 他的怪叫配上一脸的憨厚 怎么看 怎么诡异 凤九岭嘟呐了两句 也就作罢了 他自然知道 狂龙真人不过是开个玩笑 这海一般的禁止 不破个几天几夜 压根连门路也摸不到 到时黄花菜都凉了 他会有分寸的 口里这么说 凤九岭明显不是很肯定 越是往后 越是心虚的样子 恰在此时 一把横掘天地的剑气 忽然呼啸着破空而来 一路上撕碎云气无数 倍增其威势 入得古中 剑气破碎开来 化作数十柄长剑 呈扇形背负在来人的后背上 这幅形象不是神兵真人 又能是何人 一族倾巢而出 情况危急 大地黄龙一现 神兵真人 再也不负潇洒的模样 大声说道 东华真人他 他话还没说完 凤九岭和狂龙真人 刚刚面露尴尬之色 石屋上下轰的一声 所有的禁止 瞬间崩溃 砰 门户大开 一个清朗的声音传了出来 神兵真人 凤祖师 狂龙师兄 请先行一步 张某随后就来 张凡的声音落下 凤九岭等人 皆是尝出了一口气 放松了下来 玄机 他们的神色便是一肃然 一族倾巢而出 非是等闲 这一战胜过此前无数 东华 你自己寻找战机 我等先行前去 此时的凤九岭 哪里还有半点片刻之前的神色 凝重如深海之水 隐隐暗流 毁灭一切的恐怖在酝酿 走 神兵真人也无意见 三人欲空飞行 转瞬间消失在环形山谷之中 战事既起 环形山谷中又恢复了此前的模样 灵眼族所有的成年男子 皆已参战 作为投靠了九州修仙的一族 他们自是不能置身事外的 石屋之中 茶气阴晕 张帆的眉宇和神色 在水汽中若隐若现 看不真切 他的对面 西若素手烹茶 动作说不出的灵动优美 只可入化 师兄 你好像 有点不对劲 捧着一盏香鸣 放在张帆的面前 西若轻轻地说道 淡淡的忧色 在眉宇间引现 嗯 张帆应了一声 抿着香茶 沉默不答 能瞒过所有人 又岂能瞒得过枕边人呢 他的义状终究是逃不过 西若的眼睛 少请张帆才说道 西若 这是我的化神机缘 既有机缘 也含着凶险 西若的手颤动了一下 茶水溅了出来 洒在鲜白的玉卒上 却是恍然不觉 只是皱着秀气的眉头 担忧地问 很危险吗 不问机缘 但问凶险 这一刻的西若 不再是那个谈笑杀人 是鲜血如无物的妖女 而只是一个眼中 有着说不尽担忧之色的 普通女人 西若 找个机会回秦州 好好照顾老爷子和小丫头 顺便帮我操练一下弟子 北疆这浑水 补汤也罢 张帆叹息一声 长生而去 此去 也不知道需要多少的时光 不过西若你记住 我一定会回来 道德那时 定已经是 元神大成之日 西若 毕竟不是平凡女子 深吸了一口气 便把心中的忐忑压了下去 在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燕燃 柔声说道 小妹 会在法相宗内 等待师兄归来 一边说着 一边探出手 握住张帆的手掌 一直等下去 张帆的眼中 也是闪过了一抹暖意 他心里明白 西若 这是在用自己的方法 坚定他的信念 保重 终究不惯春花秋月 道德头来 张帆也只是紧了紧手掌 随即大踏步向着门外行去 福一出门 遥远的天际 厮杀声震天 依稀传来 柔情和酷烈 在这一刻 呈冰火两重天 福一凝至 玄机长笑一声 蛮牛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莫灵展翅飞过 一人两腰 消失在环形山谷之中 在张帆背影消失的同时 十屋之内 一声忧叹 仿佛忍了很久 道德此时 方才吐了出来 忧远而绵长 此去今年 应是良辰美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雪白的小手 在桌上抹过 茶水梳成两行刺激 自桌上消失 在心中鸣刻 最终只剩下一声悠悠叹息 回答 掠影浮光 海拨汹涌 张帆成坐在蛮牛身上 肩膀上停着墨铃 从环形山谷中 一掠而过 嘘 离开山谷不远处 蛮牛猛地降下 四足捉地 带出两道深深的划痕 大地刺耳地呻吟着 停住了身子 蛮牛疑惑地回过头来 正见得张帆的手掌 按在他的后脑勺上 虽说强按牛头不喝水 然而 以伟大坐骑为目标的蛮牛 明显没有那么强 张帆的手掌刚刚一碰到 他就来了一个急刹车 他可怜兮兮的目光 张帆压根就不曾收入眼底 在这一瞬间 其全部心神都被一件事物所吸引 就在环形山谷之外 一个倾斜着的巨大人像 仿佛有什么独特的吸引力 瞬间站满了他的整个视野 这个巨人石像 实质上只剩下了半身 腰部以下不知所踪 即便是剩下的上半身 也半埋入土 然而 仅仅是露在地表的那一部分 就有小山高低 一颗脑袋硕大无棚 一砸落下去 定然是一个小湖泊 这就是凤祖师所说的奇迹吗 张帆略略皱着眉头 此前他就察觉到 这座半身石像上 所散发出来的波动 这才停步观察 仔细一打量 他的神色慢慢地变了 粗犷雄浑的身躯 模糊的面目轮廓 这一些全都在张帆的眼中淡去 唯有其额头长 一处凹槽 仿佛一个深邃的漩涡似的 将他的目光心神吞噬 灵眼足 这个石像 是灵眼足 这个石像 通体上下 洋溢着一种岁月流逝的苍凉气息 每一丝棱角都被抹平 每一点灵性皆已丧失 便是眼耳口鼻的轮廓 都模糊无比 一看就知道 没有数十万年的风霜 怕是历练不出这等的沧桑 可是与其他部位迥异的事 其额上那第三只眼睛凹陷之所在 却宛如全心的一般 便是内部细小的茶口 也仍然带着生涩的样子 恍若时间的流逝 在这个小小的所在 失去了无所不能的神通 可惜了 金华已经不在了 少请张凡收回了目光 暗自探完 看那茶口的痕迹 好像是被外力生生挖去的 不知道 最后落入了谁的手中呢 现在灵眼不存 只留下一个大窟窿 都有如此的威能 隔绝那些老怪物的探测 若是灵眼尚在 又是何等的风采 哎 恨不能一见哪 张凡深深地凝望了一眼 玄机轻拍了蛮牛后背一下 重新向着沙发之声 甚嚣尘尘上的所在飞去 那个方向 天气引然带着一抹血色 谁也说不出 那是夕阳晚照 还是无数鲜血 漆云渲染 傻傻傻 酷烈的沙发之声 坑然的金铁交击之音 神通法术纵横的轰然 天地颤抖的身影 整个天地浸染血色 充斥煞气 俨然人间炼狱 又是最血气沸腾 前仆后继的战争沙场 人一上万 无边无际 上万强者厮杀 那是天地 也要为之变色的酷烈 张凡俯一进前 从蛮牛的身上下来 施展天妖盾影 暗自潜入其中 等待出手的机会 这才是真正的沙场啊 置身其间 沉浸入那种气氛当中 张凡浑身的热血 开始沸腾 烙印在灵魂深处的战役 已经觉醒 恍若一阵阵的潮汐 汹涌而上 急于将其掩没 就在他前方树里之地 一场大战 正拉开了序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